我是全校第一 我怎么吹出来个窝牛 白雪 你不会吹牛啊 看我的 哎呀 我昨天在家里迷路了 走了两个小时 才从卧室走到客厅 奶牛也不错 可以喝牛奶 我的牛 一定是最厉害的 挺好了 我是童话王国的下一任国王 大宝哥哥的牛这么不通 还不容易被二弟弟的牛闹 你们好 我是十二生宵里的二牛 我不高会说话 还能打人飞 我就说 我的牛一定是最厉害的 我还没吹呢 你们都是我做的梦 我一醒过来 你们就下试了 是金牛做 兄妹好厉害呀 骑上我的大牛走喽 我要把金牛做 带回家给妈妈看 我把奶牛 带回家起牛奶给妈妈喝 我怎么是有蜗牛 我也想吹出厉害的牛 哼 我现在就去找吹牛大王 学习吹牛 吹牛大王 你能教我吹牛吗 教不了 吹牛是天赋 不过 你要是帮我洗所有的臭袋子 我就告诉你秘诀 我答应你 快告诉我吧 秘诀就是 说不可能的事 比如 我一小时能洗一万双袋子 说不可能的事 哼 我明白怎么吹牛了 我的蜗牛 可以吃掉银河系 这是停电了 不是你的蜗牛 吃掉了银河系 对吧 我忘记 我吹的牛会睡现了 这个怎么办呀 我得去找兄妹他们 我用船送没送你过去 送猛在哪 我摸不到 好痛 安心 你的蜗牛好厉害 安心 赶紧把银河系吐出来吧 对呀 银河系里不管有童话星球 还有太阳月亮呢 我们现在都在蜗牛肚子里 这么黑什么都干不了 要怎么出去 我再吹个牛试试 我的蜗牛 也可以把银河系吐出来 蜗牛怎么没有反应 可能是牛吹的太大 我们控制不住了 快叫小女巫来帮忙吧 怎么回事 天怎么黑了 不守之力 光明出现 我吹的蜗牛 把银河系吃了 怎么才能让它吐出来呀 只能吹一个比它更厉害的牛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 知道蜗牛怕什么吗 快留言告诉我吧 小朋友们都说 蜗牛怕水淹 我的奶牛能产牛奶 淹掉所有蜗牛 大蜗牛 你不把银河系吐出来 我就要挤牛奶了 不要了 别验我 我这就把银河系吐出来 我以后 再也不敢随便吹牛了 我也不敢了 那我就把你们吹的牛收走了 我可以让童话王国的人都消失 不搞 妈妈喝了我吹的奶牛 挤出来的牛奶 也开始吹牛了 吹小吉利 小牛 咋了 小朋友们 下期再见